为帮助美在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深入了解和把握二十大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 11月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 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 中国新闻网承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援州会 援州会以聚焦二十大共谋新发展为主题 来自高端制造 医疗 金融 化工等领域的61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加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副司长高健表示 希望美在华跨国企业主动融入中国新发展格局 充分把握市场机遇 不断开辟国际合作新空间 希望美在华企业保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在变局中培育新的战略机遇 充分把握潜在的投资机会 探索更多的投资合作领域 支持和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 在中国的应用推广 为促进中美经济合作走深走实 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于兰指出 希望通过此次援桌会 助力广大外资企业 在中国发展新增程上寻找到更多新的机遇 希望能够帮助在华的美国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来了解 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成果和一些重大的战略部署 助力广大外资企业在中国是现代化进程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 发现新机遇 拓展新业务 共谋新发展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社长徐强指出 中国的强大经济政策调整和重大战略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二十大报告中强国提了36次 战略提了61次 行动提了9次 这些和商业密切相关 比如说强国 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 贸易强国等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那么这些里面是国家重点推崇的未来的国家行动 那么我们各个企业在学习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 可能这方面你们还真要深入思考和研究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潜力 蕴含着巨大的商劲 日前 中国官方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2002年版》 受到马氏等企业关注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长下行介绍 相比上一版 新版目录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 新版目录总条目是1474条 较上一版本净增加了239条 增幅达到19.4% 增加条目是进来最多的 这条目增加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也是充分表明 中国鼓励外商投资的态度 这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是坚定 探达峰 探中和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专业承诺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有计划分步骤实施探达峰行动 外资企业如何参与中国的探达峰 探中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赵鹏高指出 开展绿色低碳贸易与投资合作是重点 我们支持外资企业 所以新能量 技能环保 生态环境 绿手服务等领域 加大最挖投资力度 扩大技能环保产品和服务进出和规模 有关企业演讲享受技能击水 环境保护水素优惠政策 等我们既有的政策 我们对外资企业是一直同仁的 只要是在华的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有关我们国内企业的政策 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